今天给大家聊一个生意 它不需要投钱 你一个人就可以干 而且你的时间会非常自由 就是什么时候干活都可以 想睡觉想休息 在哪里干活都可以 而且你还不用看着和着的脸色 它的收入还可以非常高 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 年收入超过100万美金 可以说是大有人在 而且这个生意还是有积累的 你个人的水平有积累 技能可以复制 它并不是一个靠运气的生意 而且它的产品也有积累 就是你做了几个产品之后 如果这个产品表现都不错 你就可以躺平 甚至可以提前退休了 没错 我说的就是独立开发者 尤其是AI产品的独立开发者 这里面一个月月入几万美金 甚至更高的人 可以说是大有人在 我在几年前的时候 在多伦多大学 一个下雪天 录过一个视频 当时给大家讲 这个软件开发者出海的一些故事 因为我在这个行业 其实还是待了蛮久的 那个时候 其实还没有 印第developer这么时髦的说法 但当时已经有很多人 做软件出海赚到了钱 那个视频直到今天 我觉得内容也不过时的 就是说大家可以推荐大家继续观看 为什么今天又 时隔几年又聊这个话题呢 因为我觉得 现在都对开发者这个行业 又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候 就有点是历史轮回的 这样的感觉 为什么这个行业 现在就可以拿出来重新讲 我觉得大概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是因为AI的出现 随着AI又有很多 新的机会又出来了 就有很多软件呀 都可以用AI重新的再把它做一遍 这个市场机会呢 一下子就多了好多 第二个呢 就是现在呢 这个进入的这个行业的进入门槛 降低了很多 因为这个市面上呢 已经有很多比较成熟的SaaS工具 可以帮你快速的落地各种想法 比如说你可以用Figma 来做这个产品原型的设计 比如说可以用Webflow来建站 比如说可以用Notion做项目管理 就是以前 我在东东大学讲的那期节目的时候 那个早期的独立开发者 它其实没有这么多工具可以用 你什么都就靠自己弄 那现在呢 其实有的这些工具呢 其实门槛降低了很多 而且呢 现在啊 你甚至 那么写代码都可以一张GPT帮你写的 就是GPT 写类似Python这种代码 有的时候真的是特别好用 有的时候比人写的都快 对吧 当然你还是要有一些 就变成了这个思维的 这个而且呢 还有一些产品 比如说如果你要做一个GPTX 对吧 它确实 你完全不需要写代码 呃 就可以做一个产品出来 所以说现在 这个入行的门槛 真的降低的非常多 我现在是在一个凌晨的火车站里 这个旁边稍微有的时候会有大喇叭 稍微有点点吵 呃 对 然后第三个 为什么这个行有能做的这个说法呢 就是现在这个信息更加的透明了 现在呢有很多独立开发者 他们采用这种 Build in public这种方式 就是他们自己做独立开发者 会把自己整个怎么构思的 怎么开发这个产品 赚了多少钱 然后做了哪些营销的手段什么的 会全部公开出来给大家看 这样呢大家就可以很容易参考他们的做法 我在多伦多那个老视频里 当时给大家说 当时这个软件数码这个行业呢 你是不能给别人说的 因为如果你一给别人说呢 别人就会模仿 就会抄袭 然后那这个与之带来的问题呢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刚入行的人呢 那没有人会给你愿意给你 交给你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些信息什么的 那现在呢 就是逐渐有了这种 Build in public的这种模式 因为大家也逐渐的发现 就是把信息公开啊 也能获得很大的好处 因为你可以收获很多的粉丝嘛 对吧 很多人会关注你怎么开发的这个产品 那尤其是关注你的人呢 可能很多就是你的这个目标客户 他本身就是这个对行业感兴趣的这个人 对吧 然后他可能本身也是一个开发者 如果你做的是面向开发者的这些工具什么的 你就可以直接卖给他们了 而且呢 有这些这个你的粉丝 有这些冤顿之后啊 你后面开发任何的产品呢 就是你做从零到一这一步 都会就是好走很多 当然呢 他也有一些缺点 他的缺点就是确实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抄袭和模仿啊 就是而且大家对你的这个要求 这个标准可能会更加严格啊 这个所以说现在呢 仍然有大量的人是慢生发大财的啊 但是这个也有了很多愿意公开的人啊 这样呢 对于这个新手入行 你想获得一些信息的话 那其实还是 非常容易去参考的 业内的一些高手的一些做法的啊 总之呢 就是获取信息的难度降低的很多啊 我自己呢 其实也会发表一些我对AI的看法啊 我今年也准备 今天还发了推特和极客 就是我今年要做九个产品出来啊 这里面也会有很多产品 会用这种标准public的一个模式啊 这个欢迎在海外的人呢 关注我的推特 在国内的人呢 可以关注我的极客 我也会在这个里面和大家分享我做开发的一些一些信息吧 这个和一些感悟什么的啊 然后另外呢 我在推特上也关注了很多别的作品开发者啊 大家想进入这个行业呢 可以关注我的账号 然后那个顺从的摸瓜一下 看看我关注了谁 对吧 然后就可以这个很容易的获得很多信息了啊 然后另外最近我这边还做了一档AI的博客 这个博客啊 叫做这个产品人看 就是因为我们团队每天都在研究AI行业一些新的进展啊 什么的 然后我会把我们的这些 这个每天的一些讨论的东西啊 就是我会用几分钟时间 结合我这些想法 给大家这个聊一聊 更新频率还是比较高的 现在这个是每周三更嘛 我准备先跟上57 这个因为这个对我来说也不费事 这个我们团队确实本身就在开会 每天讨论这些东西什么的啊 就是我每天给大家讲一讲 然后对做57再说 然后欢迎大家关注啊 就是把这些书面算给自己打个全网购吧 一个是我的推特即刻 还有一个就是我的这个新的博客频道啊 多欢迎大家来关注啊 这个总结一下呢 就是第一呢 随着这波AI的浪潮啊 就是市场机会就变多了嘛 第二呢 就是这个入行的技能的这个门槛啊 其实是降低了很多 第三呢 就是这个信息的获取啊 也变得容易了啊 这个信息获取没有这么难了 这个对开发者具体的做什么呢 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吧 就是比如说我们就拿这个AI的图片处理来说 举一个就很窄的一个领域啊 就是AI图片的处理 因为我之前和大家在视频里聊过Lensa 聊过妙牙什么的 大家应该都比较熟了 对吧 然后 其实我们就说Lensa 妙牙这种产品 其实一个人其实也可以做 然后 比如说在国外有一个很有名的独立开发者 我视频里其实也说过了 叫那个Levels.io的 他做了一个 FotoAI.com 然后一直 其实 就怎么说呢 那个产品至今仍然能 一个产品的收入就超过了6万美金一个月 然后呢 如果你觉得这种 给大家做照片的产品还是比较难的话 还有更简单的产品啊 比如说 这个 很久之前就有一个叫Remove the BG的一个产品啊 就是它其实功能非常简单 就是你传一张图片上去 它给你把背景都抠掉嘛 然后 再把一个 抠掉背景的那个图 传给你 然后 它流量性蛮大的 也赚了不少钱 你像这种 还有呢 就是我看 在国内的 这个开发者 有人做了那个 那个消水印的 就是你传一张图片上去 你 你几个 用那个 用鼠标画一个圈 把这个水印晃起来 然后AI就可能相当于重新的把这个水印给你去掉 相当于把这个重新的 就是画一遍 然后 其实 我看 流量也蛮大的 然后还有呢 前两前 我在那个播客里和大家说 不然做一个产品 它可以把 就是任意一张图片 给放大到8K的一个 就很大的一个分辨率啊 也有很多人愿意复复学用 就是 举着这个例子呢 直接给大家感受一下 就是 做组织开发者啊 你不需要做一个特别复杂的系统 就是做一个 就是 多么有生态的 或者说 交互多么复杂的一个东西啊 你其实只要 做一个功能 这个功能呢 就要切除了这个需求 然后就可以赚钱了 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直接的一个方式啊 这个有人可能说 这个 而且你不用考虑这么多 对吧 你比方说 有人可能说 你像这个扣背景图这种功能 你都不需要软件啊 就iPhone本身不就能扣吗 对 是iPhone就能扣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用iPhone 对吧 而且 你如果用电脑呢 这个 你 电脑 就是说 你要把图片传到iPhone上去 再扣图 再弄上来 其实也很麻烦 对吧 然后还是很多人会用电脑来处理图的 然后 你比方说这个 还有就是那个 把图片放大到8K的 那个产品啊 因为很多用户 他是那个平面设计师啊什么的 就是如果他们想用一个素材图片的话 如果分辨率不够 他们就不能用了呀 他们这个素材分辨率不够 他可能就不能 放到他那个效果图 这个成品图里面 或者说打印下来的话 分辨率也不够 对吧 那 如果你能把这个图片给他放大到8K 那对他来说 就是一个素材就能用和不能用的问题啊 就对他们来说 他们当然 愿意 就是花这个钱来干这个事啊 就是这里呢 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前面几个 做图的几个小产品啊 就是 主要让大家体会一下这里面 做对立开发者的这种思维的这种方式啊 就是 打一个特定的需求 然后千万别想的太复杂 然后 就是说 你一个图片处理都能做出这么多小产品来 对吧 就整个行业 我觉得机会是非常非常多的啊 对 这个 有人可能也会说哈 就可能也有人知道哈 比如说前面 我提到的几个产品 他其实 比如说像做 放8K图的那个 其实也是一个小团队做出来的 大概有两三人的一个小团队 其实也不是一个人 做出来的 有人说你讲多的开发者 对吧 你为什么讲这种 其实不是一个人做出来的 嗯 我是这么想的哈 就是首先 上面这几个产品呢 确实一个人你做也都能做得出来哈 另外呢 我今天主要讲多的开发者的模式啊 就我并不觉得多的开发者 一定是一个人做啊 这个 这个模式强调的只是说 这种做产品去赚钱这种模式啊 并不 这个他的 他的精髓并不是一个人 还是几个人啊 就是你一个人做 做一个小团队做 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啊 就是你比方说那些 那个所谓的独立游戏 对吧 也不见得是一个人做的嘛 就是 所以说我真正想想的 并不是一个人 而是 其实也不是独立开发者这个词 而是那个 Bullstrap啊 就是这个 Bullstrap这种方式呢 它好像没有对应的中文 这个词是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 相当于是你 自力更生的去创业 就是赚钱 它其实是和这个融资 这个Fundering这种方式是 这个对应的 就是融资呢 就是你搞进来一大笔钱嘛 然后你试图 做一些大事 你宏观叙事 给VC讲 你要做一个 多么牛叉的一个东西 然后他们给你一大笔钱 然后你就可能不需要 太看这种短期的利润 但是像Bullstrap这种方式呢 就是要控制成本 就是要有收入的增长 就是要能赚钱 然后让这个雪球 逐渐滚起来啊 它是这么来做的 就是 大家其实有没有注意到啊 就其实我已经 很长很长时间 没和大家聊 这种融资方向的视频了啊 就以前我和大家聊 怎么写BP啊 这个还是我比较 看的人比较多的这些视频啊 因为后来 我知道有很多去融资的创业者 都是看了我怎么写BP的 那个视频 还有大家讲 这个资本运作是怎么回事 你看我现在 其实很少给大家讲 这些融资啊 资本啊 这些东西的啊 因为 我觉得现在环境已经变了啊 就在 中国啊 就我觉得整个 这个融资的 融资创业的大模样 可以说已经逐渐的关上了啊 嗯 现在其实已经不太建议 就是普通的 创业者去融资的啊 因为整个维C行业呢 我觉得其实也是偏悲观的啊 然后 就当然仍然 有机构在 还在投项目啊 就是 当然还是有人 可以做得很好啊 但是 就整体而言 就是 咱们得 得这个录视频 得稍微正能量一点啊 我不能用太消极的词 大家应该知道 我的意思啊 就是 就是 让我想起来 我前段时间 在实际上媒体发的 那个 鲁男精神 因为我在 我在山东现在 鲁男精神的一个梗图啊 就是困困困 难难难啊 这个 对 反正 这个我们就不展开了啊 就是 就是 反正从创业者的角度来说呢 现在想拿融资 是挺困难的啊 就是 哪怕那些背景 好一点的创业者 也比较难 就是 如果你是一个 普通的大厂的小刮馆 或者说 你只是单纯的一个 明校毕业 可能都比较难啊 就是 现在大家都愿意投那些非常成熟 非常优秀的创业角 这背后的逻辑呢 就是因为一部分是因为 这个VCA对这个行业 未来大家也看不清楚 就只能找这些 因为大家投赛道已经看不清楚了 就只能找这些背景最好的人来投 这个背后其实是非常综合的原因 就是现在仍然有很多观众 会找我问融资的事情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 尽量用BlueStripe这种方式去做创业 而不要再想着去融资在什么的 就对于多数的创业者来说 这个建议都是实用的 我们对比一下这个融资创业 和BlueStripe这种它的区别 你比方说融资创业的话 它这个讲故事 其实是一个非常 就特别重要的一个技能 你要给这个投资人去讲 你的这个宏大的一个蓝图 但BlueStripe呢 它这个主要是用极其有限的资源 你可能就是 你自己能负担自己的生活费就行了 然后稍微拿一点钱出来 就是买买玉民买买服务器 然后稍微有点营销的这种 反正就非常少的钱就可以做 然后你就把产品做出来 去赚钱就完了 然后这个当然讲故事能力呢 永远是重要的 就是你当你自己的讲故事 说就指营销方面 你给用户去讲 你的产品怎么好用的一个故事 就是它并不需要创始人 有就是面对面和投资人 讲故事这种能力 其实是不需要的 另外呢就是融资创业的话 这个传统的CEO 三大件吧 就是三个最重要的这个CEO的职能 就是管人管钱管方向 这个也和大家聊过 就是bloodstrap呢 就不太需要管人手钱 对吧 你bloodstrap的方式 以往往就三五个人 就两三条箱这种 就不太需要管 我之前视频好像也说过 这个三五个人 两三条箱这个事 这个就是当时还有评论说 我这么说 是不是因为三五个人 那有两三个是难的 就不是这个意思 这说法就是比较顺口 这个三五个人 两三条箱 这就是说人少 箱少的意思 就是资源少的意思 这个 我们继续说 反正这个融资的CEO呢 他还要管钱嘛 那bloodstrap这些CEO呢 他其实也不需要融资 也不需要去搞路眼 也不需要一开始就搞一个什么财务模型 然后也不需要能掌握 你有花大钱的这种能力 这种做投放 反正你只要能算得过账来就行了 你做投放的话 RI需要是挣的就行了 这个MIR往上走就行了嘛 他就是其实也不太 也不是特别需要去管钱 然后管方向呢 那以及融资性的CEO 都是一个很宏大的一个叙事 给VCA说我要干一个什么大事 然后一猛的站起来就干了 然后这个有些公司钱快花完了 就感觉这个方向不太行 那bloodstrap呢 就要灵活很多 他在方向上其实是极度灵活的 就是他们追求的就是用最短的时间 然后去最小成本的去测试这个市场嘛 这个事能不能干 然后如果不行放下去换了嘛 然后所以说 其实你不太需要用太多的时间 用于完善你的想法呀或者什么 因为你不要一开始就想去设计 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产品嘛 就像我前面说 他的思维方式主要是 你是一个就是直接打痛点的 一个比较小的产品 如果一个产品 你两个礼拜就能做出来 对吧 甚至一两天就能做出来 一个产品 那你何必去在这个方向上 去纠结太多 就没必要 你就做出来看就完了 所以说就是区别还是非常大的 就是说 我觉得现在就是 今天看似是给大家讲 这个独立开发者 去讲bloodstrap 但其实是 说现在整个创业的方法论 就不管你是不是做AI的也好 我都推荐 用类似这种bloodstrap的方式 而不是说用传统的 种子的方式去做 然后我们再聊到什么呢 就最后我们说说这个AI产品怎么做 就是它其实就是传统的 就是市级互联网产品的一个流程 只是说可以就是更敏捷 就第一就是说你当然要确定你用户的需求 对吧 这个用户需求呢 这里面其实也是很有学问的一个事 因为你 你其实我觉得能拉开这个独立开发者 主要差距的很大一个就是在于你确定的需求 是不是准 你做一个东西 这个idea的来源非常重要 对吧 我觉得如果是我来总结的话 它有这么几个来源 一个是来源于自身 一个是来源于研究 一个是来源于同行 来源于自身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自己的需求 你自己对行业的理解 对产品的理解 然后你就可以想我要做什么东西了 对吧 这个是来源于你自身的这个水平 然后来源于研究呢 就是你去看有哪些新的产品就出来了 有哪些新的API可以用了 然后你基于这个AI行业最新的一些进展 做一些东西 因为你最新的东西 它总是最能吸引眼球的 它是自带流量的 然后你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你现在如果做AI产品 你再去做一个什么写文章 润色文章 然后搞一个什么AI总结 当然这些场景也挺大的 你能找到一个好的切入点 肯定也是能做的 但是这些方向呢 其实大家已经见到很多了 就是在AI这个变化很快的这么一行业 肯定就算是老方向的 但如果现在有一些更新的东西 比如说我在播客里给大家说的那些 就是比如说你穿一张照片 它就能跳舞 对吧 或者是怎么样 这些相对来说更新的东西 更新的东西 如果你能把它落地成产品 那就是它肯定在流量上会 就是更有优势嘛 然后当然做研究呢 有很多专业的工具 就是这里面很多 就没法展示很细啊 今天就是比如说 我们有的时候会用一个 一个Reddit的一个工具 就是比如说我们想知道有没有人用户有这个困扰 如果有用户有这个困扰呢 它大概率就会有人在Reddit上去发帖 讨论过相关这个问题 那我们就利用这种工具去搜用户以前的各种 就是讨论的记录什么的 然后看看它的这个用户的需求和痛点是不是真实的 就是这里面当然能用的这种验证的工具 什么的是特别多的 这个一方面是你去研究 另一方面也要这个用好工具 这个研究呢还包括就是和潜责用户的交流 就是还是要你要是怎么说 你要多和用户去聊嘛 然后要知道他们是否有真实的意愿 当一个用户他口头表示要付费 其实和他真正去掏出一点钱来 还是区别非常大的 这个今天我们时间有限 不是主要聊这个这些技术的细节 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聊 听土地开发者该怎么做 将来我可以和大家再分享的更细一下 就是当然我觉得可能也不一定有人愿听 因为它是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事 然后呢就是这个来源于同行 来源于同行就是你关注别的土地开发者 在做什么东西 他们在怎么赚钱 然后比如说你关注我的推特 看上面那些我关注那些人 他们在干什么产品 然后以及现在呢 这个我们其实每个月也都 我们团队也有每个月都有做统计嘛 这个月每一个月上升趋势最快的一些产品是什么 然后他们就会给你这些产品 你通过你的学习就会给你这些启发嘛 然后你可以参考他们的产品思路 做你的自己的东西 然后你还可以做一些差异化 差异化的方式有很多 比如说你可以在产品的设计上有差异化 对吧 产品的定位上有差异化 对吧 还可以在平台上有差异化 你比如说一个产品比较火 你把它这个 比如说它是那个在安卓上比较火 你把它做成一个 这个QAM的一个插件 对吧 或者做成一个Figma 一个Discord的一个插件 或者说地区也可以差异化 你本身是在美国火的一个产品 你是不能往日本做 往中国做 反正 差异化的方式是很多的 就当然你不要直接去抄 直接抄首先 它不是很好 这个是另外一个 你抄的话一般效果也不好 因为大家 有了一个东西 你再抄一个 这种方式不好 那个 就从做产品的角度本身 这个也不好 你就没什么卖点了 对吧 对 然后你把这个方向设定之后呢 就开始做产品了 你做产品就是打一个点 你直接去收费 最好是做成订阅制的 对吧 然后你就有MR了 然后你每个月都有固定收入 然后就这种 4G to the point 就是直接去卖一个 最直接的一个卖点 你想清楚 用户体验这个产品的流程是什么 把这个产品设计好 然后就做开发 做开发呢 其实传统的开发方式 是把90%的时间都 其实传统开发方式 我觉得 它其实是把90%的时间 花在了10%的那种 就是没人用的那种功能上面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你我做个很简单的 这个用户登录的一个系统 你这程序员 真正去实现这个用户登录 其实非常简单 但他大量的时间在干什么呢 他去处理 比如说处理各种例外的情况 比如说同时间 你去登录的这个人 他已经登录了怎么办 比如说他输入的手机号 或者邮箱格式不对怎么办 他密码输错了怎么办 你错误了密码 他不断的尝试 试的次数太多了怎么办 反正或者说他在不同的IP地址登录 反正就是怎么说 还有密码忘了找回怎么办 反正我一想就能想出几十个这种问题来 就是说程序员普通的产品台湾 他90%的时间都是在处理这些 其实是10%或者说很小概率 出现的这种不是很有意义的问题 但是没办法 你这个程序要做的比较完善 对吧 但是我觉得独立台湾 他不需要你把产品做这么完善 你就是就是说你你也是要花10%的时间 让90%的人能用就行了 那那10%的人他登录出了问题 他登不上来就算了 就是你就不理他为了 他密码忘了就算了 无所谓 就是你就先用10%的时间 让90%的人先能用 然后你就能验证你的产品 能不能做能不能换钱 你能验证出来之后 你再逐渐的去完善起来就行了 然后对对对 这开发方面的四倍的区别 然后就是做这个市场运营 市场运营 我们团队 这个我先生发朋友圈 我们有个产品 也做了就Potahunt上 这日榜第一 就但并不是所有产品 都适合做这个Potahunt 就是这里面 这个能用的运营的 这个渠道也很多 就是还有广告做饭呀 做SEO啊 还有社交账号呀 TikTok呀等等吧 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 Reddit什么就很多 这个所以说呢 我觉得做独立开发这个事 它需要的能力 还是非常就是综合的 就是你想你要懂市场 对吧 懂这个懂产品 懂设计 对吧 懂代码 懂运营 懂营销 懂这个所有的这些东西 这个还是比较 这个需要能力 还是很综合的 我觉得独立开发者呢 就是今年明年 是最好的两年可能 就是我自己做类似的事 就是我今年也会做很多的 这种AI的产品尝试 因为我觉得现在你做的能力很大的产品 反而看不准啊 这种小产品 它其实是有很多能长大的机会 这个天花板呢 其实我觉得比我刚才讲的那个收入还要大很多 其实可以涨出非常大的产品出来 就是我先别说 其实做独立开发这个事呢 它还是对增幅技能要求很高的 如果你想做这个事 然后本身是很优秀的 但是你又缺乏经验 然后这个综合能力 可能能力没有那么综合 对吧 也可以考虑加入我的团队 咱们一起来做 就是咱们团队运作来 做这个事情 再加上我的一些经验 能力资源 对吧 大家一起可以把这个事做的 就是更大一些 对 我这火车可能快开了 趁火车站这个时间 和大家聊聊独立开发者 那个聊的可能比较匆忙一点 但这是我非常看好 然后我自己 因为我不是说那种 我看上一个什么事 那个会有大家去搞 我自己不搞 这个是因为我自己也在 就是投入 就是非常大的经历 这是我主要投入经历的一个事 对 然后随着现在 像前段时间 一个视频 我和大家聊那个 经济知新嘛 然后我自己的状态 也找回了很多 然后我 反正今年的时间 就是 主要的经历就是 带着团队 一起去 在AI前年去探索一下 然后做很多 有意思的小产品出来 然后我也会 用类似 Belty in Publix的这种方式 到时候和大家 多多分享 我做产品的一些感受 什么的 有趣的灵魂 聊客人玩 我是李自然 今天 独立开发者 还有这个BlueStripe 这种创业方式 和大家聊到这里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